自从我买了这个1比1的美国队长的盾牌 还有这个1比1的双支哀伤大宝剑之后啊 我就老想找这种1比1的或者是等身比例的这种大的道具 哎 今天呢正好就有这么几个 兄弟们能不能猜出来它们分别是什么 哈喽兄弟们回到刘哥魔王空间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收到的产品啊 都是这种1比1的或者是等身比例的大的周边产品 所以说今天啊一次性给兄弟们介绍个够 看到这些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呢 其实你们看这个封面图应该能够猜出来了 不废话 赶紧开始介绍了 好 那介绍的第一个呢是1比1的雷神的喵喵锤 之前我介绍1比1的美国队长盾牌的时候就想买了 一直拖到现在啊 咱们赶紧打开来看一下啊 我跟你讲这个盒子啊 拿上手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重了 据说全金属 来了 来看一下全金属的喵喵锤 1比1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1 2 3 不会吧 哇 这么重啊兄弟们 哇塞 兄弟们 听一下这个声音 简直了我的天 单手 我跟你讲 单手拿起来你如果没有长期锻炼的话 哎呀 真的是不容易啊 赶紧来撑一下到底有多重啊 揭晓一下 打暗了兄弟们 慢慢的放上去 我怕把这个秤给砸坏掉啊 哇 4200克兄弟们 8斤多的重量啊 看一下这边前面全部都是金属 当然它这个肯定不是实心的啊 是空心的 如果实心的话何止8斤重啊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细节方面来看一下 刻画的还是不错的 这一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到版权啊 反正是跟我之前的1比1的美国队长是同一家的 我这边就不说是哪一家了 反正会买这个的应该不会很多米有对吧 另外这个锤子呢还附带了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是一个破碎的石头 然后呢就可以把锤子放在上面了 再放上去之前呢 这边旁边有一个小开关啊 按压一下就会发现里面这些缝隙啊 就会有光亮产生 因为我们都知道锤子呢 这个雷神的这个锤子啊 垂向地面的时候肯定会有大量的雷电在地面上面 这个啊这个分布嘛 所以说呢它就是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你看这样子呢 第一个可以很好的作为一个摆设啊 不是直挺挺的就直接这个锤子呢 放在地面上或者放在桌面上 而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倾斜的角度 大概是45度 然后放的是非常的牢靠 同时底下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雷电的特效的光效 我个人觉得这个放在家里当作是一个摆设啊 非常非常喜欢 好第二个呢我们来开一下这个 Killer Body的可穿戴的外传擎天柱的头盔 兄弟们应该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呢 我做过这个Killer Body可穿戴的外传大黄蜂的头盔 然后呢在此之后啊 一年的时间内我也数次戴上这个头盔 跟兄弟们出镜做了很多的视频 但是毕竟大黄蜂我并没有那么的喜欢 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的擎天柱大哥 所以说这次看到降价了1100多块钱 就拿下了 那么拆开来之后呢里面就是一个擎天柱的脑袋 还有一根数据线 这个数据线等一下再说啊 咱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一次外传擎天柱的这个头 兄弟们感觉像不像是擎天柱被干掉之后 手机就放在我的桌面上 这个还原度这个细节呈现 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跟雕像什么的还是没办法比啊 但是作为一个可穿戴的1000出头价格 能够买到这样子造型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啊 然后呢上面也有一些做旧的涂装 包括一些干扫的效果 没有30那么的精致 但是也还不错了 那么兄弟们肯定是想看他的一些机构玩法 对不对 很可惜啊 他没有像大黄蜂那样子可以切换战斗面罩的 他只有最简单的两种玩法 第一种是生效 按压这边开关 你看眼睛就会亮了对吧 然后呢现在咱们就可以按压 他左边这边头盔的这个位置 最经典的一句话 我是擎天柱 还有呢 这句话也非常经典 还有没有我看一下啊 就只有这两句话了 然后呢口罩会有上下的活动 咱们换一个角度再来演示一下啊 反正就这样子了 然后第二个功能呢 就需要连接上这个数据线 连接上数据线之后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Optimus Prime的这样的一个蓝牙 我们连接一下就OK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选择歌曲 音效非常的普通啊 然后转到后面来呢 这边可以 对 这边就切歌 这边呢 是调整音量的大小 声音呢 是从大哥这边额头位置出来的 反正效果非常的一般啊 当做附送的一个功能了 那么在正式穿戴之前啊 这边在拿出之前的大黄蜂 现在就是一个交接仪式了 顺便这两个放在一起 兄弟们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喜欢左边的打一 右边的打 弹幕或者是评论区 告诉你们答了 好 不废话 现在正式开始 我要变成擎天柱大哥了 在穿戴之前呢 你必须要把这边这个东西 给它拔掉 这样子脸更容易进去 但是我 这么小的脸 我不需要 来了 脱掉我的眼镜 现在直接开始 戴镜 耳朵好痛 兄弟们 哈喽 兄弟们 还是可以正常的穿戴进去的 而且之前很多迷游吐槽我 戴大黄蜂头盔的时候呢 下巴容易漏揣呢 现在这个头盔 没有任何问题 已经全部都穿戴进去了 我就是秦天柱大哥了 不错不错不错 虽然说面罩在活动的时候 我的脸稍微有一点会被刮到 但是大体上还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兄弟们 喜欢我这个新造型吗 帅不帅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刘哥魔玩 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那最后一个要拆的包裹呢 是这个来自第三方厂家AT所出的等身比例的审判之剑 兄弟们 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哇塞 这个尺寸还真的是很长啊 据说全长达到了1米27的长度 拿在手上是非常霸气的 那么现在我先把它 把这个剑给拿出来看看 重量是怎么样的 哦并不是非常重啊 跟我刚才第一个衍生的那个雷神之锤比起来呢 这个还是比较轻的 啊不过拿在手里还是 哈哈哈哈 很霸气哦 等一下 来来来来 我们先把这个剑还没有全部的组装完啊 因为它这边你看还有一个剑尖 这个剑尖呢很简单 直接套进去就可以了 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完整了 这边虽然说有缝隙 但是远看的话也还好啊 还以为是一个造型对不对 那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赛星 而且它这边里面都是有透明部件的 等一下会有亮光的效果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细节 这边是非常漂亮的金属红漆还有金属蓝漆 这个刻画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吧兄弟们 这边上面还有一些按钮啊 应该就是等一下可以触发这些光效了 对吧 哎尾巴这边呢还没有完全的装完啊 我们也给它赶紧装上去 然后它这边啊还附带了这样子一个电池 还好有附带啊这个电池的型号真的是比较难买啊 我们给它塞进去 再把这个尾部给它插进去 兄弟们 啪啪一声就好了 哎我现在才发现啊 它这边其实你看 还套了一个东西 这个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你看它这里还有一个这样一个三角形的 是一个金属的 什么作用呢 就是这边可以勾上去 然后呢就可以让你比如说挂在墙壁之上 哎那挂上墙之后呢 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怎么样 还是很不错的吧 随随便便的也是一个超级帅的摆设啊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演示一下这款产品的亮光效果 兄弟们可以看到这个圆盘上面 这里写着OM的这个地方呢 咱们按压一下这个位置长达三秒钟的时间 哦 这边蓝色的灯就亮起来对吧 那么再按动一下这边的这个位置 按压一下 啊你看 它就会竹排的一点一点像流水一样的开始亮光了 来兄弟们准备好了 闪烁出了蓝光 流水模式 漂亮 然后呢翻到另外一面 还有其他的模式 比如说这个是呼吸灯的模式啊 减弱 那这个呢 哦 又是这种流水模式了 那这个呢 又从上面到下面 主模样 兄弟们 大幕说一说 你们对于这个效果感觉如何 再来拉近点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另外厂家在这边呢 还做了一个USB的接口 如果你没有电的话呢 还可以进行充电 这点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你看 这个隐藏性非常的好啊 最后 这边再跟兄弟们演示一下 戴上这个Killer Body的可穿戴的外传 请天助的头盔 还有加上这把AAT的审判之剑 拿在手里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哈哈哈哈 景象给兄弟们演示一下呦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的棒的 来 秦天助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在底下 能够做一个那种底座啊 然后呢把剑就插在这边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摆设 对吧 扛着剑的姿势 怎么样 总之今天我觉得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你看一个秦天助的头盔 然后呢加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宝剑 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如果还有这种类似的 等身比例的大的这样的一个道具啊 或者是一些1比1的这个产品啊 我也会一一的买回来 然后呢简单做个cosplay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能结束了 我真的快被闷死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